新年来,由于台湾地区生活水准提升,即使用洗衣机、洗碗机等耗水的机器越来越普及,使得用水量大增。 连带的,也使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 再者,由于饮食习惯的改变,民众饮食越来越多样化,也使料理过程之厨余、清洗碗盘时油脂及清洁剂用量大增,生活污水之污染量也随之增加。 如果没有好好处理,就排入渠道及河川,往往造成环境卫生脏乱、文营滋生与恶臭问题。 不仅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居家环境品质,同时也污染了我们的河川。 人类所排放的污水大约可以分为粪鸟污水以及生活杂牌水这两大类。 生活杂牌水是从厨房、洗碗、洗衣、洗车当中所排放出来的。 一般来说,一个人一天可以产生200公升的污水量,大约有100个。 大宝特瓶那么多。 每人每日生活污水200公升中所含的有机耗氧量,英文简称BOD,约为40公克。 BOD是表示水的被污染程度,就是躲在脏脏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它们被维生物分解所需要的氧气量。 记得哦,污染程度越大,BOD值也越高哦。 在每个人每天40公克的污染量当中,粪鸟污水大约就占了13公克。 另外生活杂牌水就占了27公克,这是从洗澡、洗衣、洗车当中所排放出来的。 那么当然呢,其中它所占的污染量就达到70%,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不可以忽视哦。 每人每日40公克污染量会造成约4500公升的水缺氧。 所以污染水如果直接排入河川,会造成水质恶化,使河川缺氧、鱼类、底气生物、浮游动植物无法生存。 我们的河川就生病了。 看先进国家比较,台湾地区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偏低。 过去这些生活污水,紧粪尿污水,经由化粪池简单处理,甚至没有处理就直接排入河川。 对河川危害甚大。 台湾地区过去常用的污水处理设施只有化粪池。 化粪池就是处理厕所这些粪店的污水。 但是这些污水的量只有占我们家庭污水全部污染量的三分之一不到而已。 那因此呢,最近十几年来,环保单位都宣导大家要采用把所有污水,包括厕所的粪便污水,以及其他的杂牌水,全部把它收集。 采用类似像污水处理设施的完整的处理方式来加以处理。 那这就是所谓的建筑物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处理设施好厉害哦,每天都这么努力地动作呢。 是啊,如果人类可以从生活当中从源头减量做起,不但可以减少污染量,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地延长污水处理设施的寿命,对于我们人类的生活跟环保都是非常健康的。 另外在一方面也可以节省自来水备,真的是一举数得哦。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到人类的家,来看看怎么样从源头减量做起,其实都是举手之劳呢。 厨房是制造生活污染最主要的来源,剩饭、菜蟹、高汤和废油等都会造成大量的污染。 举例来说吧,同样是200毫升,洗米水的有机耗氧量是2.4公克,牛乳约15.6公克,而炸过的油呢,更高达300公克。 现在环保署全力推动垃圾全分类零废气,来进行厨余回收再利用,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减少食物丢弃量,减少菜汁排出,减少清洗碗盘的清洁剂与溶水量。 会发现,清洗起来好轻松,生活真是好OK哦。 这就叫做绿色饮食,生活跟身体都很环保哦。 大家要注意哦,在洗碗槽的排水口一定要装上滤网,避免剩菜剩饭的流入。 另外呢,也可以利用废弃的丝袜,再环保使用。 冷冻食品要急走拿出来解冻,也可以节省自来水用水。 另外一方面,像是家里的洗米水,可以拿来洗碗跟浇花,这都是废水再利用的好方法哦。 油炸过后的废油,污染量非常的高,不要直接倒入排水管中。 可先用铲子,先刮除干净,再利用废纸或旧报纸吸取之后,再丢入垃圾桶。 用过的餐巾纸也可以拿来擦拭锅盘上的残油哦。 这样子每天可以减少厨房污染量20%以上。 同时,也可以减少用水量和洗碗筋的使用量。 被纸、旧报纸或用过的餐巾纸都可以再利用。 自从我开始改变了我在生活上的一个用水习惯之后呢,包括呢,我把这个洗米水拿来,再度的拿来洗碗啊,洗盘子啊。 还有呢,这洗澡之后的水呢,拿来浇花啦,拖地呢,这样子的一个回收再利用之后呢,我发现呢,家里的水呢,可以说是省得非常的多。 如果说明在丛林家里的生活当中呢,能够呢,做到一个这样子用水的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呢,相信对我们的环境、环保的工作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嗯,这样我懂了。 厨房污染减量有三大对策。 第一是,吃多少煮多少。 第二是,除鱼回收再利用。 第三是,避免排入可怕的菜蟹油水等。 对极了,水精灵居然是聪明又灵活呢。 诶,那怎么跑去泡澡了呢? 大家都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 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浴室是最容易浪费水的地方了。 当我们泡澡一次的用水量,可以到达200个大宝特瓶以上。 但是如果我们是用淋浴的方式,就可以节省一半以上的用水呢。 泡澡的水,我们可以拿来冲马桶,洗衣服或者是擦地板,效果都是很好的哦。 我们每天刷牙、洗脸、洗手、洗澡、抹肥皂的时候, 非必要使用水的时候,要顺手把水龙头关闭。 或是改用电子感应式水龙头、低流量水龙头等省水设备。 减少用水量,也可减少污染量。 选用省水马桶,或是在水箱中放置宝特瓶,每次可减少20%到30%的用水量哦。 请注意,强酸与强减不可任意倒入马桶中,不但会腐蚀排水管,还会严重影响污水处理。 卫生用品及垃圾,也不可以投入马桶中哦。 如果堵塞了马桶跟排水管,那待机就大掉了哦。 洗衣服的时候,使用有环保标章的清洁剂, 而且依照衣服量的多划来调整水量, 以粮食量取洗衣粉,避免使用过量。 这些都是有效减少污水量跟污染量的方式。 哇,小小的举手之劳都可以立大功哦。 像是厨余回收,使用日网,及擦拭残油等厨房污染减量做法, 每日每日可消减约30%的污染量呢。 浴室的减量做法可以减少约10%的污染量。 洗衣服时,依衣服量的多划,调整水量及洗衣粉量, 也可以达到10%的削减效果呢。 让我们怀给水精灵干净透明的模样, 让大家一起快乐健康的生活吧。 只要每一个人用心改变一点点生活及用水习惯, 就可以大幅地减轻污水处理设施的附和。 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减少从家庭中排出的污水量与污染量, 便可以使我们的河川与湖泊更加干净美丽, 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舒适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